阿晋 有上 好大吃喔 妳怎麼會關起來 尻哈 好大吃喔 會有一個如天粉 我本來就有一個布牌 要不然好 你們要怎麼畫啊 然後你看 你看它裡面 超專業的 你怎麼眼睛濕濕的 大家好 我是San 今天要趁著假日去桃園一日輕旅行 早上我們先去吃齊英蛋餅 雖然要排隊 但沒有等太久 而且姊姊們態度都超好的 這個古早味蛋餅 外皮煎得脆脆的 內裡又很有嚼勁 餅皮很厚 有一點像在吃蘿蔔糕 我自己很喜歡麵粉香 所以這個蛋餅很合我的胃口 可惜的是湯類都賣完了 不然我是很想點碗湯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各自的醬也不錯 這1分真的超多的 還快吃得多下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醬也蠻特別的 然後這邊還有飲料 其實寶貨我們去位在中立的馬祖新村 這邊是把傳統的眷村改造成文創園區 可以看到之前居民生活過的痕跡 紅磚來房看起來也很有特色 園區內店家營業時間最早是9點開始 但我覺得大概11點之後會比較熱鬧 有咖啡店、餐廳、花店、工作坊等等 規劃得很不錯 有點超出我對文創園區的想像 除了可以感受新舊文化交替之外 還有一種走進小行喪我圈的感覺 有貓 有上 好發生喔 你怎麼被關起來才被傷害了 他怎麼在高速啊 這裡是貓咪咖啡店嗎 我們選了一家貓咪餐廳進來逛逛 主要是進來買咖啡的 我們點了Cappuccino 咖啡風味很順口值得買一杯 這家店應該是貓咪愛好者的天堂 會瞬間來到貓咪的世界 是一個很適合需要的地方 好可愛喔 它不會抹毛 舒服嗎 看起來很漂亮 嗨 在我們跟朋友會合來吃午餐 這家叫做阿秀米肝 他們的蛋花讓人印象深刻 整體口味偏清爽 滷味味道比較中規中矩 除了口頭點菜讓人有點混亂之外 餐點本身是蠻推薦的 大家喜歡吃麵包嗎 我超級喜歡吃麵包可鬆類的點心 我們一群人來一家叫做後野的烘焙店喝下午茶 這家店有很大的停車場不怕美味直停 外觀的草坪也是讓人第一印象很加分 後野的店名是來自日文 Hoya Hoya 的音譯 一進店就會看到超大隻的熊本熊 他們是使用熊們進口的麵粉和北海道的牛奶 每個人有兩百塊的滴銷 我覺得餐點價位也是跟日本有得比 現在要補充一下 那個 直男的選擇 直男的選擇 哈哈哈哈 我不要吵 那個罰銷奶油 好啊 不然 感覺很特別 太悲焦糖 好 可以 現在要來開箱生送的小禮物 你怎麼講話 豆豆餅乾 你不論講 那哪叫豆豆餅乾 夏威夷豆做成的雪球 好 好 那個雪球 好吃嗎 看起來 看起來不太妙 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真的喔 可是你夠眉頭 外面的粉有點太厚 嗯 但整體上來講 風味不錯 1到5顆星的話 我給3.7顆星 哇很詳細耶 看起來不太妙 我們的餐點到期 這個是今天的主角吐司 因為你在說我 哈哈哈哈 肉吐司 跟 是種醬 然後這個是全賣 對 全賣的 然後這個 你會講是什麼醬 它的基底是燕麥 然後不是牛嗎 好 然後這兩個是 西西林蝦 它是 柏綸奶茶 然後 百香芒果 百香芒果 然後這邊 是今天的 第二主角 可麗露 這個是烏龍口味的 然後 這兩個是 紅茶口味的 跟這個 巧克力斯卡 這邊這個是 火龍果 綜合果汁 藍果汁啊 藍果汁 那這是什麼 柏和菊花茶 柏和菊花茶 這口令物其實蠻大的 比較胖一點 嗯 有嗎 有點外面脆不脆 有點外面差不多 比較會想 嗯 嗯 可麗露要從哪 第一口來從來吃 欸我都從頭 你怎麼從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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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人家從哪裡吃 好啊 畢竟我從地只有一年而已 再來是主打健康現做的 麻吉店 彭春美 麻吉的命名很有創意 我點的是 雷茶麻吉 老闆娘很熱心的 跟我介紹吃飯 感覺出來老闆娘 對美食的講究 買完麻吉後 我們下一站到桌遊店 我已經算好 要一邊吃麻吉 一邊玩桌遊了 雷茶麻吉 你現在玩桌遊 你現在被吃了 哈哈哈哈 那老闆說可以吃嗎 哈哈哈哈 就好吃啊 對啊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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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了 而且你看不到畫的 哈哈哈哈 那妳問妳 問題是誰用心血的 學媽的 等一下 欸 其實還在那不錯啦 還在那不錯啦 然後我還在那邊做 欸 妳看我畫的 應該是黑暗鬼吧 然後我就破 哈哈 這真的是 哈哈 你又是加米蘭欸 好像是我們 要不然 好 妳們怎麼畫啊 不是好是什麼 生蠔吧 我是這樣子覺得 是喔 哈哈 那妳們剛剛都猜什麼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我可以 這是我畫的 來 虛蛣 哦 蠻像的欸 然後 這就是那個啊 蠝蠣啊 蠻像的 Then 上去 真的蠻像的嗎 蠻像的 欸 這就是 På 過關吧 變啊 變牛排的那個 哈哈哈哈 哈囉 嘿 對啦 對啦 那瑞� manque 嚇了 嗯有嚇了 上啊 我的都哪有 我的都這麼多嗎 你都很怪怪的 有啊 這咧 你猜的 後面直接 我摸摸了 你先歪掉 跟你的族又鄰居購買 那購買也是要買他一定有的 比如說像你們本來 你們自己的餐廳會有一個 天分我本來就有一個護牌 然後對著本來就有這個 是帥的 不是帥的 但如果浴室有木材的話 原本大家的教育家都是花樑 好 那我給你買 這樣多少錢六塊嗎 六塊給你 我就可以蓋這一張了 他們往一個堅定的方向走去 這家也有目標 沒錯 看起來我們可以吃東西了 最後一站是中原夜市 我們先來一間平價泰式料理餐廳吃晚餐 這家叫做太美味 要後衛登記大概等了20分鐘左右 等待的期間可以去夜市廣告 但是要派一個人在現場等 這家的餐點真的蠻平價的 每個人推薦絕對著要點南半木瓜 吃起來很清爽又不會很有負擔 我們六個人吃起來不到1000塊 大概可以吃7分飽 然後再出去外面的夜市密吃繼續吃 我覺得這家以CP值來說已經是很不錯了 這家生排猶豫頭真的太好吃了 看來會幫你搭配蒜片簡直超級對味 3.100亿吗?这个夜市 还不错 我也觉得真的不错 嗯 它是四面八方都有 而且我家看位蛮多的 回家前往在一家甜甜店买糖葫芦 这家是雾打雾庄看到的 没想到意外超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搭配 跳跳糖的糖葫芦 虽然有点甜 但是味道蛮细腻的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建议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就这样咯 拜拜